是 怎么了这是 陈品真 整个部门都在忙 你还有行工夫请假 你昨天不是定了方案要冷处理吗 你先取消所有营销活动 停止营销也不代表着 你们可以请假呀 再说了 那是昨天的方案 今天的要求是大肆宣传 动静闹得越大越好 这是采访更开和后期的宣传文案 你抓紧看一下 马上就要开始了 千万别给我掉链子听见没有 知道了 怎么办 涉华余职先生和惠心首席设计师 高慧携手千销 我的天哪 刚好 我告诉你 我不会配合你做虚假的宣传 我希望你在跌了一跤之后 你能学会实施求是 他们只是看了我 参加将军年度大餐的视频 产生了一些误会 对于向来喜欢浪漫的外国人来说 他们觉得这样更有戏剧性 又何必解释呢 这件事情是在给你加分 更是在挽回贵心这个品牌的形象 所以我会答应 但是 我不会无条件的配合 谢谢你的坦白 我会注意的 喂 喂 高杰 我越想越气 必须得告诉你 我加班到现在 一直在忙活高慧和余职的宣传方案 他们俩就让我当成情侣接受采访 余职是不可能做这种事的 这段时间一直在你一步 现上次宣传方案带来的负面影响 整个相见组都忙个遍 说不定余职就同意了呢 不可能是高慧一个人一厢情愿吧 他们母女俩 在珠宝设计界的位置 我不用多说吧 高慧 现在还是芮华的首席设计师 他们余佳这兄弟俩 想为了成功 成天围着他们转 连我都不能小看他们 喂 高杰 你在想什么呢 没什么 没什么 我就是心里有点不太舒服 你不舒服就对了 哪个女人愿意看到自己的男朋友 整天跟死对头唧唧歪歪的 我跟你说呀 你要真喜欢余职 你这位必须盯紧了 那高慧可是生铺啊 我算是开了眼了 天为勾地活 说不定哪天 就被那个火辣辣的小妖精勾走了 关了 对了对了 明天拍摄日 你要不要来现场监督啊 新房 二手房 更全小区覆盖 中介商家数量 逃遥领先 无论新房 二手房 挑好房 安居客 我回来啦 你在干什么呢 没什么 你怎么在找房子 你要搬出去吗 不是啊 我是在帮我妈妈找房子 她不喜欢住在疗养员 我还是希望 可以把她接出来照顾 你吓死我了 我以为你要搬出去 我来帮你看看 嗯 这上面房子确实不错 不过你不用想了 想给我来出雷吧 我刚才真以为你要搬出去 哎呀 我现在可受不了这个大忌 怎么了 糟糕 偷辣 上次营销的事情 上后还没有处理好吗 倒是处理完了 那不是挺好的吗 又是代价太大了 哎呀呀呀 你等我一下 你等我一下 你要干什么 我罪该万死 我愿意西庭送别 什么意思啊 你最好的危机公关 不就是放一个更大的无料 吸引人的注意力吗 正好有一个海外珠宝的机构 选择了我 还有告会 对 代表 国内新兄弟 主宝从业者 去做个采访 嗯 可能这段时间 我就人生不是自由的 没办法陪我的女朋友了 所以先跟你道歉 你和高慧 只是一起接受采访 这么简单吗 对啊 那还能有什么呀 作为瑞华的一员 我当然希望可以看到 镶嵌座能够起死回生 解决眼下的困境 但是作为你的女朋友 我很坦白地告诉你 我不喜欢高慧 也不想自己的男朋友 成天跟他纠缠不清 纠缠不清 原来你是在吃醋啊 好了 我们就是一起拍个宣传片 没事 你觉得外界怎么宣传你们俩 都无所谓吗 只要我为君无愧就好了 抱歉 我没有办法像你那么坦然 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 我为了跟你在一起 曾经下过怎样的决心 又经历过怎样的煎熬 你根本就不懂 你希望你再想 欢迎随时监督 我 我 你 你 你 不 你 不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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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试 许试 没问题吧 等我给交活了 高 这就是你收的 高 没事吧 你呀 做时间太长了 换换脑子 我这儿呢 正好 有一个刚修复好的古董镯子 你拿去啊 跑总部去给董事长给送过去 好不好 只能上一次 成功修复的那个份官啊 这个林董事长好像 对我们这个定制组特别重视 你要说我们要干更好一些 他会不会给我们扩大这个铺面 你想得太美了你 他们能 能让咱们这几个老家伙闲着吗 肯定给咱们派更加复杂的任务 难度更高的任务 是不是 还好是 哎 哎 哎 小哥 你再赶过去吧 完了呢 你你 你再去找一个 找一下上次来过那个鱼植 你就跟他问个好 完了告诉他说 我们几个老家伙想他了 对 想他了 是啊 那小伙子不错啊 嗯 嗯 那我先走了 去吧 去吧 我说的 我先走了 好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我觉得你怎么回事 我先走了 最近都在研究新的系列开发 也是味道爱的主题 把《王者之信》一样 就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作品 谢谢 那不知道您对以后的生活 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高杰 你别生气了 我会帮你看好余职的 需要二十四小时盯着的男人 我才不要 在工作上呢 高杰 会和瑞华有进一步的合作 包括和小余总 也会有更加紧密的联系 正好 谢谢 你的窗户先离点花了 不好意思 视频一下 视频一下 领导来视察 不好意思 你想多了 我来是招董事长的 我们公开吧 你说我这跟高杰每天同进同出的 你说我这跟高杰每天同进同出的 看了确实也不怎么对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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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呢 万一 人啊 都会理解的 何必搞什么办公室底下联情啊 是不是 我还有去找董事长 不跟你说了 好漂亮的手镯啊 我怎么不记得 在残藏品中有这个东西啊 这是郑师傅他们 拿老建筑上面用作装饰的 古董珠宝晶片打完做成的 真是个奇妙的想法 用晶片镶嵌珠宝 然后再把它拉弯 做成手镯 真漂亮啊 没有几十年的功底 是做不出这个东西的 高杰 你在丁制组学了不少东西 我有一件事 想征询一下你的意见 董事长有什么吩咐 尽管说 我一定会努力完成的 丁制组要裁撤了 裁撤 丁制组这两年一直没有业绩 我是因为舍不得郑师傅他们 才留着这个地方让他们养老 可是他们都快退休了 这个部门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你看看 要是裁撤之后 你有什么打算 回乡嵌组 他们的环境 我觉得你不太合适 去肃经组呢 穆总会非常欢迎你的 可是 老师傅们每个都身怀绝技 裁撤了之后 那那些传统工艺怎么办呢 我当然知道这些 可是没有办法 市场不流行传统工艺了 我们必须跟着市场走 我打算在瑞华盛典之后 宣布这件事 你呢 就在这之前 告诉我你的选择就可以了 我知道了 董事长 董事长 我知道了 约业总监喝咖啡 怎么也不派上我呀 沐总 怎么也不派上我呀 沐总 约业总监喝咖啡 你这是不请自来呀 你这是不请自来呀 您好 请问要喝点什么 没事 谢谢 好的 沐总真是费心费力啊 想当初 我刚进公司的时候 沐总还担心我 工作不能顺利进行 亲自精心地为我挑选下属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的事情 沐总还在费心 我真是感动 商欠组也是瑞华那个部门嘛 那万一出了什么插手 我怎么好跟董事长招待呢 所以 多尽点心尽点力 也是应该的呀 沐总真是开明大意啊 我这个做晚辈子 真是不应该啊 这么长时间来 都没有好好地关心苏金组 沐总 如果 苏金组缺人手的话 可以直接跟我说啊 我让财务给你批一笔经费 去招人财 这不就全解决了吗 这人财呢是可遇不可求的 错过了就算了 谢谢 等我再找到合适的人选 我一定会来找余子 你报预算的 到那个时候 你可别说话不算话呀 一定 对了 那个 王者之心 被维托利亚博物馆收藏了 这件事情 应该是你做的吧 那怎么那个高慧 一天到晚 那跟余子捆绑着做宣传 所以我真是纳闷了 你才是真正的大功臣啊 这件事情怎么能够让 余子跟我是同一个部门呢 我们又是兄弟 所以 不分彼此 那是当然了 不过 你也别怪我没提醒过你 你这是在帮别人做嫁衣 现在事小没关系 等事大了 你想要挽回可就来不及了 我可不想看着弟弟 就这么抢了哥哥的风头 家人之间嘛 是需要互相信人的 恐怕 沐总是体会不了的吧 人家都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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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里面 你快要拒绑就来吧 别人就挺找到 你觉得你很看着 是他 高海 开门 高海 高海开门 高海 高海你给我出来 高海 我没听错吧 你找我爸爸做什么呀 问问他把我妈带去哪儿了 你爸去哪儿了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我看你就想趁机接近我爸 别浪费我的时间让高海出来 你搞搞清楚啊 这是我家门口 你有求于我还跟我白普 如果我妈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不会放过你 请让开 请 高海 高海 你不是很想知道我爸把你妈带去哪儿了吗 你求我呀 你跪下来求我我就告诉你 你不要欺人太甚 总有一天 我会让你为今天说过的话付出代价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 高海姐 你竟然推我 这笔章我给你记下了 随便 反正也不差这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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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妈 你神经病啊你啊真的是 妈 你到底在哪里啊 我答应了外公要照顾好你的 你可不能不见了 你可不能不见了 喂 小姐 你赶紧回来吧 你妈妈找着了 聊养院 好 我马上过来 妈 妈 妈 你去哪儿了 你怎么不乖乖待在疗养院 我都急死了 羽毛 我找到她的时候啊 她在回疗养院的路上 手里拿着这些羽毛 高兴得不得了 碰都不让我碰了 你怎么可以乱跑呢 这样我们会很担心你的 不跑了 别担心 答应我 以后都不准乱跑 乖乖待在这里 嗯 现在就只有我们了 别那么伤感 你不是还有我的吗 她是我表姐 你呢 我从小把你带大 就像我自己的女儿一样 你放心 只要我在 我一定会把你们照顾好好的 不会让别人来欺负你 妈 你找这么多羽毛做什么呀 这是鹅毛 可以代替点翠的翠鸟毛 可以代替点翠的翠鸟毛 妈 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了 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了 那你还记得那些珠宝设计和制作工艺吗 好美啊 表姨 表姨 妈妈刚才说话是不是很正常 她好像清醒了一瞬间一样 是啊 难道 高海带妈妈去看医生 真的对妈妈有用 我今天在疗养院陪妈妈不回来了 表姨 这是生气回养家了吗 词词曲 曲 曲 李宗盛 来 夫人 你到底为什么来这儿啊 那年轻人都喜欢复古 定制组有很多手工艺品 而且就是老兔子 是文英青年喜欢的调调啊 你看 我们东西这么多 这儿的地方又这么巧 不如我们回公司吧 时尚机器浓厚 也符合会心的品味 因为啊 我特意请示了董事长 这里是瑞华的起源地 正好可以宣传一下瑞华的 历史传承 你什么时候对历史感不清楚 你不就是因为不满 一些边缆部门抢了你的风头 你过来宣誓出去 董事长已经同意了 而且人员都已经就位了 你还要宣誓宗宗的变卦吗 清明珍 我东西都清点一下 还有我的配饰和化妆包 千万别忘了 清点没 高姐有没有联系你 她昨晚我没回家 你家出走了 她挺好的呀 你看你跟你高慧 天天缠在一起 她不生气太怪呢 来啊 其实这样的啊 这些呢都是误误的 事情也不是她想的那样的 如果 你和我打好配合的话 给你几下 好说 那 那我考虑考虑吧 走 今天 就你邀请 heraus 行 妻子 ело 轻轻 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高杰 我们这人手不动 你来拿下反光板吧 你什么态度啊 假装听不见是吧 董事长可是说了 来定制组是来宣传瑞华的历史 你们定制组的人不配合 谁来配合呀 麻烦几位老师傅 帮我们拿下遮光板吧 谢谢 好 赛高一点啊 你得看着我才能找得准光 虽然你是在给地板打光吗 老杰 你再调整一下那个大灯的角度 我都觉得我脸上的光不对 那你快来 那你就是 那你怎么回来啊 你怎么回来啊 干嘛啊 就是你啊 你怎么回来啊 总是他能办得着吧 你怎么回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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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你怎么回来啊 他们也真是的 怎么能让一个女孩子 搬这么重的东西呢 就是啊 我来吧 这个余芷 前期间对我们小高伯 还是挺有意思的 这没过两天 怎么就跟这个女的好上了 这个啊 真的假不了 假的那真不了 小高啊 小高啊 是不是心里边特别不舒服 我没事 这个小孩过家家 不能太当真了 高小姐 我们看到橱窗里有许多精美的 中式传统珠宝 您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里面呢主要是一些修复的 传统首饰和仿古董饰品 用的呢也是一些非常原始的制作工艺 和我们当下的珠宝系列 有很大的不同 等会儿拍摄结束了 大家可以跟我回总部参观 那里有我们瑞华 最新最棒的珠宝设计 这些龙公法郎 嘴唇一时栩栩不升 简直就是颜色和形状的完美结论 您能再跟我们详细地介绍一下 这些珠宝的制作吗 传统首工艺呢 确实是有它独特的地方 但是我们公司 会根据顾客的购买需求 来决定产品的开发 所以这些珠宝 基本还是展出的状态 我们还是会花更多的精力 在高端珠宝设计上 其实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对中式复古风格感兴趣 连在外国的年轻人当中 都开始流行中国风 我们定制组的珠宝 在手法上 使用了传统的晶莹系工 但是在选材和设计 又参考了时下的流行元素 尽量去做到 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相信这样的作品 投放到市场上 也会有很好的效果 像这种前天后坊的 纯手工模式 对于瑞华这样的企业来说 根本没有市场拓展意义 现在我们正处于摸索阶段 等到产品设计成熟 传统工艺的珠宝 未必不能成为市场的 重要一环 我希望你们不要见怪 因为在我们瑞华 这次化合并没有那么严重 只要你有意见 提出来 我们会认真的考虑和采纳的 这是我们公司一贯的走路 瑞华果然是人才辈出 随时随地都可以感受到 思想上的火花步骤 这让我对瑞华的新产品 更加期待了 那您就敬请期待吧 妈 回来了 今天怎么那么高兴啊 让我猜猜啊 是不是搞定了瑞华的那只小狐狸啊 什么小狐狸啊 她是你未来女婿 喂 女孩子家 说话要久迟一点 我跟你说啊 跟妈妈这么讲讲也就算了 到外面去可别乱讲 掉价 妈 你说的果然是对的 想要一个男人对你服服帖帖的 最重要的是要明白他想要什么 于直那么看重事业 我就拿事业来捆绑他 做他的左膀右臂 让他离不开我 这样的话 把他收入囊中是早晚的事情 好 有妈妈当年的风范 有期末必有期女们 说草草草草草就等 妈 我这事怎么样 还可以 还可以怎么行 我去打扮一下 你去哪儿 去员会 来 定制组要采撤了 定制组这两年一直没有印记 我是因为舍不得正舍他们 才留了这个地方让他们养老 传统工艺不适合市场了 没有办法 我们必须跟着市场走 我打算在瑞华盛典之后 宣布这件事情 来 走走走 去看看他 来 刚才好几个记者问我 是我们厨商里的这个首饰 能不能卖 我跟你们说了 这都是非卖品 仅此一见 是啊 还有些客人要价价买 可惜这些做的产品 公司规定不能出售 咱们几个老家伙 做了一辈子首饰 可是呢 只是能做一些小范围的藏品 不能作为产品大批量的生产 让更多的人看见买到 那真是一个汉事啊 不会失传的 我们必须想办法 把定制组传承下去 客户和记者 他们都那么喜欢 说明这个东西是有价值的 这么好的东西 不想办法投入市场 那定制组 就永远没有发展的机会了 可是我们定制组啊 从来只是为了客户 进行一些修复啊 定制啊 你说我们设计的这个东西 公司从来没有把它作为 大批量生产的这种计划 只要我们能争取上瑞华年度盛典 就有了打开这个市场的机会 只要被客户认可 那公司就会同意注资 投入商用了 怎么样 好 好 几哥 你又输了 你看你输了 又输了 你又多少次了 你又第二次了 就是他喝了呗 就是他喝了呗 这 不 最后一杯 高小姐 来来来来 坐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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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我告诉你啊 最后一次啊 下次自己喝 来 怎么了高小姐 忘了介绍了 我要给你介绍一下啊 好 这位是我的合作伙伴高慧小姐 知道了吧 这位是陈总 这位是 什么 啊 你打 对对对对 你打 好好好 来 去吧 去吧 余芝 大晚上叫我过来 就是来看你调情呢 话怎么能这么说呢 我是看你白天太辛苦了 晚上想犒劳犒劳劳你啊 对 来啊 我得敬你一杯 感谢你 能在我们共同的事业上 本身于我 敬你 看来跟我伴情侣很辛苦呢 为了事业 真是难为你了 跟美女伴情侣有什么辛苦的呢 我们都是看中事业的 为了事业 我们还能有美女做好 多开心呢 来吧 来吧 所以你只吃完完的 大伙小姐啊 我们都是成年人了 再说我们是假装情侣 能不认真吗 你 开玩笑 我是怕你会当真 放心 我也是随便玩玩的 这是我不屑和别的女人一起玩的 人当铁了 继续呗 不好意思 我是有女 不认真 偏心呗 请不认真 我会儿子 还在干嘛 我还做得更铁了 不认真 全场 目前是什么 神皮 不认真 很整理 她的女人 听白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